Hello 各位好 今個禮拜就是2月第3週 我們隔著有小敬拜 今天請了三位嘉賓 當然有些後排攻擊 不如由後面那個 這麼厲害的人 去介紹一下自己 各位好我是Yolanda姐姐 我是音樂部 很久之前不見過我 是呀彈琴很厲害 這位呢 我是梁韻心 你有沒有回什麼兒童的班 我回BB97 BB97什麼組 幼組 幼組 穿一件背心那些 哥哥呢 我是梁韻心 我都是回BB97 我回初級組 初級組跟弟弟的制服有沒有什麼不同 有 是怎樣的 不用穿那個背心 那穿什麼 穿那個襯衣 短褲和帽子 是嗎 是一個套 即是基督士童軍的制服衣 整套制服衣 今天我們請了BB97的兩位隊員 來帶小朋友唱歌 他們選了一首歌叫天黑黑 那我們先唱一次給小朋友看吧 不用那麼緊張的 我們可以演化的 好難聽到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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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就 神的你 人人人的恋庭庭 我 我是你同在 神的地生上 人人的恋庭庭 我 是何處 你避兇我 依著食物 是你供應著我 神伴我靠下 神是你陪我走 我 是何處 你避兇我 依著食物 是你供應著我 神伴我 依著食物 是你供應著我 我 我 依著食物 是你供應著我 神伴我 依著食物 是你供應著我 神伴我 依著食物 是你供應著我 我們唱了一次 不過你們唱得不夠大聲 我好像比你們大聲 下次唱的時候請你們大聲一點 我想訪問你們 究竟有些什麼你會害怕的? 我怕高 什麼樣高 可以示範給我們看嗎? 喵 她很高 她怕高 哥哥呢? 我怕游泳的時候依罰 怕游泳的時候依罰 你有試過在什麼場景很害怕泡了嗎? 小時候學游泳的時候 游泳好像快要泡在水下 快要沉下去的時候沒有水泡 還有呢?腳又? 腳又跌不到地下 那時候很害怕,因為怕泡了水 掉到水底 Yolanda姐姐有沒有什麼很害怕的呢? 很害怕自己一個人 很害怕孤零零和母朋友跟我玩 對,母朋友也是很害怕 不過師哥告訴我們我們也不用怕 因為天婦每一件事都會補修我們 又會供應給我們 不如我們再唱一次給小朋友聽 希望他們和我們一起都不用怕 因為天婦會和我們一起 OK? 他們唱一首歌 你們唱一首歌 那麼天下下 或人去驚慌 是你照顧無掛淚 如果有你 但一樣是你 竟會創造詢 及我上 擁抱你 祈求是你成就 神地一日夜夜每刻径庭 我何時你徒在 神地的山上一日都在我 何時何處你避開我 依著聖霸是你供應著我 神伴我同行 神伴你陪我走過 那乎天下下伯仰去驚嚇 是你照顧我乖 全能處安保伴我照顧 全是你一點最好 那乎天下下伯仰去驚嚇 是你照顧我乖 怎麼願意 青坡學 preach 佳因是你 奇妙超虛永活生 勇於 сот你 對了 今天有一個特別嘉賓 也是特別嘉賓 第一次幫我們錄小敬拜 他是 enrollment 徹年步全道人 這四处所只慘的 我是郑劍浩传道,大家可以叫我Joe传道 今次是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圣经故事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主题就是罪犯的悔改 小朋友,你知不知道罪犯的悔改是指什么人? 他们一般是指那些做了很多坏事,被人定罪犯了法的人 他们会被惩罚,甚至有些地方都会被判处死刑 会失去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而悔改是指我们做错了事,真心知错、刑错 愿意去改变过来的心 这个故事就是讲述一个强盗 大家可以理解他们是罪犯的其中一种 这是他的悔改故事 耶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所以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当时一种刑罚 这种刑罚是惩罚一些做尽坏事的罪犯 那些犯人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至死 过程很痛苦、很羞辱、很丑、很痛苦、很痛 但耶稣不是为了自己做错事的缘故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是因为爱世人的缘故 承担世人的罪而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时耶稣左右两旁都有一位做尽坏事的强盗 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苦刑 其中一位的强盗嘲笑耶稣说 你不是说你是救主吗?你应该可以救自己 你跳下来十字架,顺便救我们吧 但耶稣的另一边那位强盗 知道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 就劝第一个强盗这样说 你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还不怕神的审判吗? 我们是因为犯了罪 受这个刑罚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这个人却是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这位强盗对耶稣这样说 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 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都不要忘记我 耶稣听了 知道他真心悔改 就这样跟他说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 因为这个强盗悔改 神赦免了他的罪 他不再惧怕肉体短暂的痛苦 而有永生的盼望 小朋友 还记不记得刚才说的故事里面 那两个强盗对着耶稣 他们的反应有什么分别呢? 一个犯了很多错事 很多罪 而死不悔改 他不觉得自己做错 他还笑着耶稣 一个知道和承认自己的罪 他做错了 他看到耶稣不是为罪的缘故 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知道这个在他面前 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是不同他们的 他没有做错事 他也不应该被钉 他知道他就是神的义子 这个强盗诚心实意地求耶稣 纪念祂 最后他的罪都得赦免 还可以和基督一同进入乐园 有着永生的盼望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大家要记得 一个人就算做了多少错事 只要你愿意真心悔改 向耶稣基督向神的儿子去求 求祂赦免 我们就能够好像故事里面 那个真心向着耶稣基督悔改的罪犯一样 我们的罪都能够得赦免 就能够与基督一同进入乐园 有着永生的盼望 又到问问题的时候 今天预备了四个问题去问大家 大家如果有留心听的 都应该有些概念的 试下去想试下去答 第一条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为什么不够自己呢 他其实可以够自己 但是为什么他不够呢 第二条问题 两位被钉在耶稣旁边的强盗 他们说了什么话呢 他们大家有什么 各人说了什么话呢 第三条 为什么其中一个强盗可以和耶稣一起进入乐园呢 第四条 在我们犯错之后 因为悔改而得到原谅的心情 是怎样的呢 小朋友有没有做错的事啊 和父母说对不起 得到原谅的那一刻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试下去思考一下 想一想 这四条的问题 然后跟着 和你的家人去分享 和你的父母去分享这个故事 又到读金句的时候了 今天的金句 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要和我再乐园里了 我们同心祈祷 持爱恩主 感谢你去赐下耶稣基督 去为我们死而复活 承担我们所做错的事 承担我们的罪 让我们有得理赦免 有永生的盼望 有永生的福乐 能够进入你的乐园 求你去赐下你的恩典 去联敏我们 让我们都有承认我们做错 我们做了不正的事的勇气 去愿意有悔改的心 让我们都是有这份勇气向你去求 去求你赐免 求你赐免我们 让我们都是有这份永生的盼望 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 小朋友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